詞曲 李宗盛 耶 歡迎回來我們 2022年戰力喜劇爭霸賽之 敗部冠軍賽的下半場 今天大家還開心嗎 會 上半場都看得還OK嗎 那那個 OK OK 今天大家真的都還滿捧場的 謝謝你們 我們就直接掌聲歡迎那個唐末 不過他的介紹時非常的冗長 唐末呢他是堂堂通四條 四條通堂堂 來自京都的資深藝技 要用曼妙舞姿跟歌聲 來收服大家的心 讓我們掌聲歡迎唐末 各位 你好 こんばんは 我 四條通堂堂 と申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起床やす 起床やす 要是你先死 あのさ 我剛剛上一位是下水筆的 我是看了你們會上火的 上火堂堂 第三性公關不是我 でも 玩跨性別的時候 還是要叫我一聲前輩 我連這個牛頭人 都選母牛 乳房都比你們的還要多 還有這個 剛剛說看手 你都怎麼看你的手 你都這樣子看手 你看我也是這樣子看手 其實沒問題的時候 女生踩到大便要怎麼看 你看網路笑話的時候 女生踩到大便 當然要 這樣看 誰會這樣看 你可以不好看的時候 不好看 還有 剛剛主持人說 遺珠 我們都是遺珠 現在後面的遺珠 已經108顆了 可以送大家上西方了 好多遺珠 還有這個 嘿嘿 嘿嘿說他 他講了一段 他在臉書上面 有7000多塊 1萬多點贊 好厲害 但是現場 小聲只有少許一點點 可能你們聽不懂 我講的話還聽得懂 還聽得懂 所以嘿嘿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這是不重要 還有 還有這個 我想想看 剛剛還要 看一下小潮 阿拉媽 今天 每次來試的時候 很特別 我們台上跟台下 全部都是 剛剛來的時候 有小朋友 剛剛我來的時候 就看到有 媽媽帶著小朋友 三鐵騎機 危險 三鐵騎機 我在後面看著它 好危險喔 我想說 我的安全也會掉下來 好危險 這樣子騎車很危險 就是我們 我不知道台灣人是怎麼騎車的 三鐵很厲害 然後我就說 有人說 今天怎麼沒有看到糖末 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問說 糖末去哪裡 因為 大家知道嗎 你認識嗎 台灣火教界 發生了一件大事情 知道嗎 知道的舉手我看一下 台灣火教界 知道很大的事情就是 3月3號 OK跟糖末要舉辦 懺悔吧 喜劇演員 這是火教界的大事情 第一次 第一次 火教的和尚 跟基督徒 要幫喜劇演員懺悔 3月3號 請買票 謝謝 好啦 真的 真的就是 星雲大師的事情 大家知道啦 金雲大師 這個是 火光山的元宵節主燈 是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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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片子 停下來 不要拍 這段剪掉 剪掉 剪掉 啊 啊 危險 危險 啊 為什麼 塔莫不能來 塔莫真的不能來 因為塔莫 其實你們知道塔莫 有個這個 不知道是主業還是副業 在寫小說 然後這個 星雲大師 總共在他那邊拿了獎金 拿了星雲大師 100萬的獎金 對 所以拿人手短刺很嘴軟 就 要講好聽的話 但是還是有看到很不好聽的話 就是這個 塔莫其實自己寫了一個這個 一個小小的one liner 他說 塔莫說 星雲大師 停過了九次的死亡之臥 他跟馬英九握手九次 停過了九次的死亡之臥 抵不過許巧欣的火擋殺火 這是真的耶 許巧欣很厲害 這個女人不忍耐 危險 剛剛有一位 鄭先生在哪裡呢 鄭先生啊 好久不見耶 今天有穿衣服耶 都差點 都差點要認不出來 然後鄭先生在這邊 今天剛剛有小朋友 上一位 上上一位 上上上一位 好多喜劇員都罵髒話 講一些不沒營養的東西 我要講最後一個小小的知識 今天 這是你可以說是藝衫衣製 你也可以說是尾娘 你也可以說是變裝皇后 但是 這是傳統藝術 其實傳統藝術就是人類 最古老的就是什麼 就是尾娘 美蘭芳是尾娘 日本有好多的尾娘 還有印度最有名的尾娘 就是 是關世櫻菩薩 今天是我的尾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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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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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堂堂的演出 這位參賽者呢 她說她自己是今天最辣的女生 因為剛才前面一直有 參賽者跟我說 她們一直被第一排的一個女生影響 因為她今天穿的真的有夠辣 就是你 你今天真的穿太大 你要不要給大家看看 你今天穿什麼樣子 她是 她是原飛 然後她 據說她是打過一萬隻手槍的女王 原飛 所以 希望現場沒有你的熟客 我們感謝原飛有來到現場 造福我們今天廣大的男性的眼光 不然今天的女性一字排開來 都滿像男生的 對 我們掌聲歡迎 茵茵 哈囉 大家好 因為今天參賽者全部都臭男生 然後我跟米露 就像11個臭男生 全部都臭男生 所以我今天有稍微打翻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喜歡嗎 喜歡 其實我平常的樣子啊 很多人一看到我就會說 硬是踢吧 其實不是哦 是我之前長頭髮的時候 有一次走在路上 就有個男生一直在尾隨我 我很害怕 我就躲進廁所 然後那個男生就說 欸 你是唐鳳嗎 可以跟你的合照嗎 我還是跟他合照一下 我就說我是這樣子 我為了避免被誤會的時候 我後來把頭髮剪掉 回歸粉色 回歸粉色 剛剛讓大家欣賞一下 有拍照賺到 那我從小是學金劇 學了八年 然後大學我是讀戲劇系的 讀完戲劇系畢業之後呢 我就開始到國中國小 去教戲劇課 然後有一天我跟學生說 下禮拜幫我準備一個笑話 然後我們把它演出來 學生準備的笑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阿嬤掉進洗衣機 我在旁邊笑嘻嘻 阿嬤拿出轟炸機 轟掉我的小雞雞 我這是什麼鬼東西啊 這不是笑話啊 然後學生就說 老師你不懂幽默呢 我教課 教課是一件很累很累的事情 然後又有一次我跟學生說 下禮拜幫我帶一個 你們最珍貴的一個物品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分享呈現 然後學生下禮拜就有一個小胖妹 她從口袋裡面拿出兩顆牙齒 她說 老師 這就是我最珍藏的物品 這是隔壁班男生的牙齒 教課是真的很累啊 很可怕啊 那有一天那個妹妹還問我 眼睛閃閃發光 她說老師你為什麼會來這邊教我們啊 我說因為一個小時八百塊啊 我對他們沒有任何教學熱情喔 可是那妹妹真的太瘋了 八百塊也沒辦法了 我就想說我趕快換工作 但是幸好我大學的時候超級認真努力 我是畢製導演然後是第一名畢業的 謝謝謝謝 稀疏的一些歡呼聲 然後所以我非常非常順利的就應徵上一間很厲害很厲害的公司 麥當勞 非常不容易啊這一路走來 啊其實 嚇屁啊 真的很不容易啊 因為我要講哪裡不容易 其實我大一的時候就有曾經去麥當勞應徵過 但是那時候沒有上 在我大一的時候呢 我那個小學同學就已經是麥當勞的經理囉 他就跟我說 嗯 你很想去麥當勞上班是不是 好 我幫你打個電話你就可以去囉 哇 我很高興耶 因為我想說我比那些菜雞求職者高了很多個境界喔 可是想想又覺得很傷心 我連去麥當勞上班都要走後門耶 那我現在終於踏入這個夢想中的職場 第一天上班有一個姊姊要帶我掃廁所 然後推開門 地上有一坨大便 很大喔 然後她就說 啊 好幸運喔 今天廁所很乾淨 有病 然後我們就在掃嘛 掃一個過程中一直洗手 一直洗手 她說啊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有潔癖對不對 我也有 然後一邊講 一邊徒手撿起廁所地上的衛生紙 然後下班我就立刻跟經理說 對不起 我要辭職 我不適應這個職場 後來經理幫我換了一個崗位 我超級滿意 因為你們想想看 我是一個藝文人士耶 我這雙浸泡在表演藝術中十年的手 難道是用來洗馬桶的嗎 不是 是用來洗碗的喔 我們洗碗的時候那個水超級燙 高溫的熱水 我們又戴超厚的手套 然後就有一天有個外送大哥來洗東西 我說欸 很燙你要小心喔 他就直接把手這樣插進去 然後看起來又痛又快樂 他說 你知道為什麼 我不怕燙嗎 因為我五年前也站在你這個位子 有病 然後第二天又有一個大哥來 我說欸 很 你們 我不怕燙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在你出生之前 就已經在麥當勞上班了 他們真的都有病 我來這邊上班幾天 就覺得超級害怕 對這工作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感 我好怕有一天 我會像他們一樣 對麥當勞產生那種歸屬感 你知道嗎 真的好可怕喔 十年後我就走到一個 新來的嫩妹旁邊 我不怕痛 太可怕了 然後講講我們邁到的另外一個同事 是一個阿嬤 然後她的工作是負責洗抹布 而且因為她真的太矮了 所以她都要把整個身體探進洗衣機裡面 才有辦法撈到下面的東西 然後我就看著她 很危險地板超滑的 然後她還跌倒過 我就說 我忍不住跟她說 欸 1 2 3 4 5 6 7 阿嬤掉進洗衣機 我在旁邊笑嘻嘻 阿嬤就說 靠北喔 幹咧 我說阿嬤你很不懂幽默喔 人家 邁到的這個地方配不上我 所以我來卡米地 其實很多年以前 搜狗就跟我說 欸硬 我覺得你很適合來卡米地 賣爆米花耶 我說如果只是賣爆米花 我寧願下海去賣 對不起 對不起 手槍女王在這邊 對不起 沒有 我剛剛意思 好 就那樣 但為什麼我還是 到現在才來卡米地呢 是因為他們那個時候答應我 下禮拜要生我去當炸薯條的 所以你知道多年後 我就走到一個炸薯條旁邊 不想變成這種神經病喔 所以就來這邊講 那我從去年八月開始講到現在 跟我同期有非常多美女新人 每次他們一講完之後 觀眾都一勇而上喔 欸 你講得真好 觀眾都沒有笑 那是觀眾的問題啦 他們不懂幽默 我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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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學什麼專業的啊 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啊 蛤 那種關注度 那種對美女的求之欲 我好忌妒喔 你知道我甚至懷疑喔 他們其實希望那個女生說 其實我是賣贏的 其實我是賣贏的 我不知道你今天會來喔 我還在把他講完 其實我是賣贏的 然後我問過那個觀眾說 欸 你最喜歡那個美女什麼笑話 然後觀眾就說 她很善良啊 所以你看 我不只醜還很邪惡 雖然我又醜又邪惡 但我還是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 想要成為一個好的喜劇演員 我很常就是一直練習啊 然後非常感謝今天來的所有觀眾 又陪我往前賣了一小布 給自己一個掌聲 謝謝大家 我聽說有很多的前輩 就是餵潰瘍吃不飽這樣子 那我不害怕 因為我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個優秀的演員 那我現在已經達成目標的一半了 我也餵潰瘍了 謝謝大家 我是茵茵 謝謝 謝謝 謝謝茵茵祝她 茵茵早日康復 好 我們下一位參賽者呢 她是一個台中人 然後目前隸屬於 正常水電工這個喜劇團體 她要我跟大家說 她們3月11號 在台中來福群島有一場演出 就是一段工商 讓我們掌聲歡迎鐵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鐵呂 大家好 沒想到會有這個比賽 我當初在比出賽的時候 我在台中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台中 來福好是這個地方嗎 知道 真的假的 有人知道 那你們知道 就有一個叫龍哥的一個演員 如果你們不知道是誰 就是一個胖子 就是一個胖子 然後 然後那時候她就是在比賽之前 在那時候出賽 她跟我說 鐵呂啊 我告訴你 你真的要加油 我告訴你 我很看好藍恩啊 看你娘 謝謝齁 然後龍哥我特別要說 就是 她這個人 她曾經把台福好是開導 她就是一個 會把店開導的一個 很不會經營的人 那她在這次比賽 前三名她全部都預測中 連名次都預測中 我想說你去當算命師 比較好吧 不要去開什麼喜劇俱樂部 但是其實我現在覺得她打工在 所以 你爸今天是不是有錄影 龍哥我愛你 前面那幾段可以剪掉 就從龍哥我愛你開始就好了 OK 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 大家應該都沒看過西組的比賽吧 出賽西組 沒有 好 太好了 那我要講西組的段子了 沒有沒有 我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就 我聊一下我的工作 就 就是我在做我的工作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 有很多動物是會用鼻子喝水的 像是蚊子啊 或者是 那個 死以塑啊 還有 插鼻樂館的老人啊 開玩笑 開玩笑 死以塑不用鼻子喝水啊 對 那我就是做老人照顧的 我做長照工作的 那我做長照工作的時候 真的就是 遇到很多那種家屬 他們就會很質疑的問我說 欸 你真的是做長照的嗎 很多做長照的 不都是要長的 黑黑胖胖的 講話有東南亞口音嗎 我想要 欸 難道今天我不是東南亞人 你就覺得我什麼都不會做嗎 對 我真的都不會 但是 但是 嗯 我就真的覺得 我還是很認真在做長照這份工作 我還是很認真的 我很認真照顧他們 只是我 在練習照顧他們的速度 趕不上他們過世的速度 我很努力的 真的 然後我就在 做這行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我在第一天 我在第一天工作的時候 前輩要我所寄每一位老人的名字 寄過我每一位老人的名字 但我是很記不住 就 他們死太快了 所以你知道嗎 他們死的速度就跟廖耳大導電的速度一樣 可惜導的不是廖耳大本人 就是我在要記他們的名字 但因為我在機構裡面 其實我們是不能用阿公阿嬤來稱呼他們的 這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你們想一下 如果今天在機構說 阿公吃藥囉 會有八個阿公回應你 七個阿公 六個阿公 三個阿公 太快了太快了 其實真的 照顧老人的速度 真的會覺得 其實照顧老人沒有那麼困難 剛接到Case就結案了 那我在照顧老人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幫老人洗澡也是 真的很困難 那我在機構學姐跟我說 不要把照顧老人洗得太困難 其實照顧老人 幫老人洗澡就算在玩巴比娃娃 只是能動的關節比較少 學姐你還是教我怎麼幫他們洗澡吧 幫他們洗澡很簡單 其實你就把老人當成巴比 把他們當巴比 你把阿嬤當巴比阿公當肯尼 你帶他們洗澡的時候你就 欸巴比來去洗澡囉 巴比我幫你洗頭 欸肯尼來幫巴比洗澡喔 真的耶 其實 就是幫老人洗澡 真的 把老人當巴比 是一件 就是覺得好簡單 但是 學姐沒有想到一件事嗎 男生是怎麼玩巴比的 我們會拆耳巴比耶 所以 真的不要把 不要跟我跟男生說 把老人當巴比娃娃 老人沒那麼耐玩 那我就在照顧老人當中的期間 就還有很多學長 或者是學姐 會推薦我一些照顧老人的方法 像有一個學長就跟我說 欸鐵律 我跟你說 推薦一個照顧老人的方法 很輕鬆的 安樂死 我說不對吧 不對吧 這很奇怪 就是你們想一下 安樂死耶 這種東西是在網路上 看不到使用者心得的 好看 好看 那我就是來這邊 今天就是剛才前面介紹 只是說工商嘛 對 一個是工商 我在台中的演出 好一個就是找我的客戶 因為我最近業績沒有達標 業績越來越差了 所以我就是希望 如果今天你們身邊 有什麼需要照顧的老人 或是說你們可能需要照顧的 可以聯絡我好嗎 各位巴比 那我說一下就 我本身是一個台中人 那很多人都會 像外地人都會跟我 開一些玩笑 就會跟我說 欸 你們台中很危險耶 每個人都有槍 我想說 對啦 沒有槍才危險吧 那一些人會說 欸 你們台中的民產 根本就詐騙集團啊 太陽比裡面沒有太陽 老婆比裡面沒有老婆 老婆人呢 你要裡面有人的喔 在中不中裡面啊 大家還記得去年的馬沙拉帝事件嗎 台灣人真的很健忘 好 沒關係 就是 一個馬沙 開馬沙拉帝的二少 把一個大學生打到昏迷 那因為這件事情 台中被叫棒球隊 那我就覺得 幹 最好是啊 那就是 為什麼這樣就被叫棒球隊了 我還看到網路一個留言說 哈哈 拿槍到台中能從熱兵器時代 推到石器時代了 我想說這什麼話啊 我超不爽的 我氣到拿球棒砸了我的電腦 我們哪是鋁棒 我們是青銅器時代 我們是青銅器時代 那還有就是 呃 我就是 我本身 真的覺得最討厭的點就是 在台中 我們的火力發電廠 就是火力發電廠 在台中那邊 大家知道嗎 你們一定要知道啊 媽的這些電都會給你們 這些時代沒人用的啊 媽的還不知道啊 不知道電哪來的啊 我超不爽的 就是 當然 台電每年會給我們一千塊的津貼 就是來 慰勞我們的費 但是 這樣 我就覺得 這樣等於我的費是五百五百 什麼南電不爽啊 我超不爽的啊 那住在台中呢 就是最 最 最不爽的就是 因為我是台中的海線人 我住在台中海線 那 台中海線是一個非常爛的地方 那你的 動物啊 尤其是蚊子 蚊子都很大隻 就是 海線很多那種又大又肥又會吸血的動物 像蚊子水自 就是 超不爽的 然後 其實我今天的說明本是這個啊 但 沒有笑聲 我也沒想到這裡會有掌聲 我就說 謝謝大家我是鐵圓啊 哈哈 哈哈 然後我最後講一個笑話 就我是在台中講脫衣秀的 那時候 就是我們台中脫衣秀 真的我今天 真的嚇到 覺得今天那麼多觀眾 因為平常台中 就是一個 一個表演 一個open mic 或者是售票演出 就只有三個觀眾 然後 這三個觀眾呢 就有 一個是來報名的演員 就連我們報名演員都很少 然後另外兩個 就是 房東跟房東的寵物 那就是我們在演出 沒有觀眾 真的就覺得 哇 這樣怎麼辦 所以我決定就是在火車站那邊 就是 來宣傳我們的演出 我就說 欸 這裡有免費工餐 想說吸引一堆街友來看表演 那 那一天就真的 哇 吸引超多街友的 就是現場 比今天還好多 大概一百多個人 一百多個街友 然後 但他們很生氣 就說 欸 食物呢 食物在哪裡 我跟他們說 歡笑是精神糧食 好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我是鐵圓 謝謝我們台中人鐵圓 哇 今天的演出不知道 到底要得罪幾個老人 剛才冒犯一堆老人了嗎 下一位參賽者呢 他平常的風格 就是 走一個冒犯的路線 然後他要我跟大家說 他最近把他去年專長的影片 放在YouTube上了 我想說 各位參賽者 可以不要再介紹詞 又攻上自己嗎 氣死 讓我們掌聲歡迎巴斯 各位現場所有 白布冠軍賽的觀眾大家好 大家好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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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巴斯 我說巴 你們說是巴 巴 我說巴斯 你們說地瓜 巴斯 巴斯 你們很甜 就跟巴斯 地瓜一樣甜 好 我們就用這麼熱烈的氣氛 來聊聊土耳其大地震 沒有 其實我知道那是一個很可怕的新聞 那更可怕的可能是一個喜劇演員提到土耳其大地震 但我沒有要針對這件事開玩笑 我沒有 因為我們用想就知道說他會有很多的問題 比方說全球產業的重挫 還有歐洲的難民潮 對吧 那甚至我們在台灣其實也會受到影響 就下一次你跟朋友去打保齡球 你打了三個拳倒 你不能再喊Turkey 不能喊 雖然說他原本其實是火雞的意思 但你喊出來就太諷刺了 所以下一次 對 如果沒笑的沒關係 你回去講給你爸聽 他一定聽得懂 這是一個有年代感的笑話 就我送給你們的禮物就是 可以回去跟家人建立關係 很溫馨吧 那下一次你去打保齡球怎麼辦 你就是Strike Double 火雞啊 火雞啊 厲害 對 然後還是講這樣我自己的事情好了 就是最近呢 我重看一部我小時候很喜歡的動漫 叫做烘焙王 大家有看過嗎 有 有 如果沒看過我稍微解釋一下 他是一部在講說一個日本的烘焙師傅 立志做出代表他們國家的麵包 的一部奮鬥史 非常熱血非常好看 我小時候非常喜歡 那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話 有一些經典的名音 就是從那邊出來 什麼我是基德 是個律師 並沒有 不要瞎掰好嗎 就是那種 就大家應該會有點印象 然後我小時候非常 喔喔喔喔喔喔喔 提到名音才有印象 我知道我知道 那我小時候很喜歡看 但我最近覺得好像有點太不寫實了 你知道嗎 就一部以做麵包為主題的料理動漫 裡頭竟然沒有一個角色 是喜憨兒 太不寫實了吧 我看完之後覺得說 喔所以是台灣的喜憨兒做麵包嗎 所以日本的不做 他們可能握壽司吧 喔開玩笑我開玩笑 日本的喜憨兒會去舔醬油的瓶子 這我就想到不太對 我知道有些人在想說 欸 你要開喜憨兒的玩笑嗎 請放心 我已經訂了很多箱的餅乾啦 所以 那群喜憨兒現在在公產加班 這個叫使用者付費 所以我應該有資格講喜憨兒的笑話 沒有 其實我是真的很想幫助喜憨兒 因為 因為你就想說他們賣餅乾其實 賺不了多少錢嘛 像去年都有人買不起鹹酥雞嘛 對吧 你聽到這件事就知道 這其實是原本去年要講的笑話 沒有機會講 然後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們 因為你知道我每天上班的時候 都會經過喜憨兒在賣餅乾 然後有時候 像前陣子可能下雨啊很冷 然後他們就在外面賣餅乾 然後沒人讓他們買 然後他們很辛苦 然後我想說怎麼幫助他們 然後我就看他說 哇好辛苦 但他們還是很開心耶 為什麼 餅乾裡面是不是加了什麼東西啊 大麻嗎 嘿嘿嘿 我就想說 雖然這樣講好像不太好 但聽完之後好像會更想買對吧 我想說就是這個 就未來如果大麻合法化的話 就 就他們可以去賣大麻 你知道很多人 我一直就不知道說為什麼 喜憨兒要去做麵包 你知道 我去查那個烘焙房的品牌故事 他說 他希望說 用這種方式 讓大家改善對喜憨兒的刻板印象 認真的嗎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喔 我自己有經過過那個時代 就是國中的時候 兩個人在走行上說 欸 我跟你講 我長大 想當麵包師傅 我要做麵包 幹 你是喜憨兒喔 一定吧 就大家一定都聽過啊 就如果你在班上想羞辱 就很笨的同學 你去做麵包啦 就一定都聽過 他們加深了刻板印象嘛 我想說賣大麻不錯啊 因為你知道 如果你今天覺得大麻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喔 因為大麻的濫用會是一個問題 那喜憨兒去賣大麻會有什麼現象 就未來你的朋友想抽大麻 幹 抽大麻啦 你喜憨兒喔 就運用同才的壓力解決大麻的濫用 那一方面 如果你覺得大麻是好的東西 那喜憨兒去賣大麻 是不是你就不會覺得喜憨兒是智障 你會覺得他們超chill的欸 好帥喔 哇 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低能喔 他們是陽光的毒硝欸 代號Cookie Monster 就很讚欸 而且你就想說 而且 你也不用怕說他們賣大麻會學壞 因為他們學不會嘛 真的嘛 然後他們清新的形象可以逆轉大家對大麻的印象你知道嗎 就是喜憨兒賣的大麻不是大麻 是愛心手工大麻餅乾 大麻是國際貿易 欸 經濟效益之高啊 然後我們甚至可以找一些 就是明星來當 就是代言的公益大使嘛 最適合的大概是謝和弦吧 就呼麻喜憨兒 沒有人比他更適合你知道 然後他可以穿著白色T恤 像這樣有沒有 然後旁邊站著兩個喜憨兒 然後勾肩搭背 然後比上 比一個羅草的手勢 然後臉上一個 哇 你看到希望你知道 然後大家就會 開始蜂擁而上 可能會有一些聯名啊 比方說喜憨兒T恤啊 就是上面印著字 什麼大哥哥大姐姐啊 然後背上一包五十元 這樣 大賣 然後甚至你可以拍一張 喜憨兒呼麻的照片 當作NFT 名稱叫西憨兒吧 地板價0.5里太幣 這也是去年的笑話 然後大家就會蜂擁 我兒上說好酷 我也要當喜憨兒 我也要當喜憨兒 然後就大家蜂擁 而上之後Netflix 會把這件事拍成一個故事 叫誰是喜憨兒 然後前導影片會像這樣 就一個大太陽底下一個喜憨兒 就開始賣餅乾 然後沒有人要買 然後他默默的 第二幕就走到角落 把那個賣餅乾籃子放下來 然後從口袋裡面 拿出一包大碼 開始捲 這裡我們用個五分鐘的長鏡頭 因為喜憨兒的動作比較慢 然後捲好要抽 啊掉了 怎麼辦 紅眼 然後就 然後等到捲完之後呢 就夕陽的餘灰照到他臉上 然後他就點鹽 噗 噗 哇 好開心喔 然後畫面開始搖動 因為攝影師也 好開心喔 然後鏡頭慢慢拉遠了 用空拍機 然後整座城市的人 好開心喔 然後所有的人 齊聚一堂 背景音樂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的靈魂每一分鐘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 在那個世界裡 沒有人在騎士喜憨兒 因為大家都是喜憨兒 多美啊 他叫喜憨兒解放運動 我是巴斯 我今天講到這名字 謝謝大家 謝謝巴斯為我們帶來 精采的歌唱表演 我剛才想說 哈囉我來到百萬大歌星 是不是 終於 我們敗部冠軍賽的始作俑者 巨陽尼 終於 積積穎穎穎 趕到現場了 聽說 準備了超強的段子 是不是 好 好 恭喜趕上 讓我們掌聲歡迎 脫口秀界最自豪的 軟飯男 巨陽尼 靠北啊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巨陽尼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不是啊 這是意外啦 我怎麼可能自己提議 我自己氣散 神經病 好啦 來 那我剛 那個過來路上 哇 你做第一個 也太陽眼了吧 好 那 我剛過來路上 然後我經過一個全家 然後那個全家的門口 有一個和尚 在那畫園 不是唐末 就是 有一個和尚在那畫園 然後他拿一個波 我結果他 就我從他前面經過 然後他就看著我 然後說 然後我就 猶豫了一下 我就從他的玻璃拿了五百塊走 我給他一點福氣 你知道嗎 祝他早日 往生極樂 好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今天 要跟大家很罕見的來 談論一下 我媽的故事 好不好 那我媽 她是一個 非常非常虔誠的佛教族 她虔誠到什麼地步 她虔誠到 我們三兄弟 從小 就被她逼著 一定要備受 心經跟大悲咒 真的 我甚至還會唸 泛語的大悲咒 泛語 是我的第二外語 真的 真的 我背 大悲咒 我背是給你們聽 真的 真的 我背超熟的 沒有給你們唬爛 好了 大悲咒唸久了之後 你會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很好奇 對不對 所以後來有一天我去找我媽 說 老媽 這大悲咒的內容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然後我媽就跟我講說 大悲咒裡面 它就是總共 84個菩薩的名字 蛤 南無荷拉達諾多拉葉耶 菩薩 南無阿利耶 菩薩 全部唸完 無量功德 你只是點名吧 你他媽 你把人家名字從頭唸過一遍之後 又什麼都不講 就好像我今天 欸小姐 欸小姐 沒事啦 神經病 不要給人家點名 那 除了這個之外 我媽還整天 會在家裡看那個佛教衛士台 聽裡面那個妖聲在那邊講話 你知道嗎 不是唐末 那 她 聽了那些故事就跑來跟我們講 像有一天她過來跟我講說 欸菩薩娘 我跟你說 唸佛真的是很重要 像惠律法師 他有一天就跟我 在那邊講說 有一個農夫 他從田裡工作到回家的時候 遠遠的 他就看到他們家失火了 他就馬上就地坐下 然後開始拼命的唸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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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火就慢慢的熄滅了 燒光了吧 還唸佛 家都沒了 所以我們就很無奈 你知道嗎 那 大家知道 對佛教來說 佛教最在乎的兩個字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大家知道嗎 佛教最在乎的兩個字 好 你好幽默 好啦 不要讓我難做 好 那 跟大家講一下 佛教最在乎的兩個字 其實是 因果 其實是因果 所以啊 我媽她都非常相信說 你這輩子會發生的所有事情 都是上輩子已經注定好了 所以這輩子才會發生這樣子 所以啊 在我們家 你遇到了任何的蚊子 蒼蠅 蟑螂 螞蟻 全部都不能殺 為什麼 我媽這樣講 她說 佛教你啊 你這輩子會遇到他們 一定是因為你們上輩子有過什麼姻緣 說不定他們上輩子是你的親戚 她投胎之後變成一隻蟑螂 她沒有忘記上輩子的記憶 她認出你來 她跑來投靠你 你居然一腳把她踩死 情何以堪 我們全家真的被我媽這番話 徹底的改變我們對蟑螂的看法 你知道嗎 以前在家裡看到蟑螂的時候 蟑螂 幹 現在在家裡看到蟑螂的時候 叔叔好 你先走 你先走 要不要幫你開門 不用是不是 幹 送她上路 早日投胎 好啦 那 雖然說啦 好像說我媽這麼虔誠的每天念佛這樣子 但是其實也不是說 真的很有效的幫她消災解惡這樣 我還記得喔 在我24歲那一年 過年 初二 我們準備要回娘家 我們準備要出門之前咧 然後我媽她忽然走一走 一個暈眩 坐倒在沙發上 然後她忽然開始 就開始狂吐血 你知道嗎 那個血用噴的出來 我們全家整個嚇到 然後我哥跟我爸衝上去 然後要幫我媽急救 然後我站在後面都想說 老媽今天是要回娘家 不是回老家 幹你娘 什麼時候還在搞笑 然後 後來我們就趕快 就是打醫 那個 打救護車趕快送醫嘛 緊急送醫 然後 動了幾場大手術之後 我媽就去休息 那醫生就過來跟我們講 說 這個應該 是未來末期了 那可能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 那 你們不要跟病人說這件事情 好好的陪她走完這一段就好 我們聽了就很難過嘛 好好過一個年對不對 那我們就很難過然後去照顧我媽 隔天我們在照顧我媽的時候 醫生又進來 然後說 全家都在啊 那剛好 跟大家報告一下 許太太 這個我們昨天把你為了西方拿去化驗 後來我們發現是未來末期 我說該醫生 你不是說不要講嗎 那後來醫生又講 說 那我們後來發現我們那個驗錯了啦 你只是初期而已啦 哈哈哈哈 我走了 然後她就走了你知道嗎 我們就如釋重負很開心嘛對不對 趕快跟我媽講 老媽原來只是初期啊 醫生那天跟我們說末期 我們擔心死了這樣子 然後我媽就說 蛤 你們都知道啊 原來你們一直都在騙我 我們想說 看這個女人真的是 什麼時候了 然後我想說好算了 趕快把她轉移一下注意力對不對 我說好好好媽 你不要想那麼多啦 欸欸欸你看 叔叔今天又有來看你耶 我媽說真的嗎 在哪裡 有啊剛剛爬過去了 叔叔拜拜 幹 好啦 今天很開心啦 就是有這個機會 可以這個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我媽的段子 好不好 我媽她當年就是出院了之後 真的非常積極的復健 只是啦就是說 畢竟是癌症 那她的病情就是常常一直反覆這樣子 那她會為了怕我們小孩子擔心 她喔 有時候那個病情啊 一下子惡化到很嚴重 她都選擇不跟我們說 她惡化不說 想不到在這裡 有一個畫龍點睛的諧音梗吧 好啦 只是啦 就不管我媽 不管我媽再怎麼努力啦 就是五年前 她還是痊癒了齁 就是說 她 生龍活虎啊現在 哎呀 大家為我媽努力一個掌聲好不好 哎呀 謝謝大家 我是巨洋妮 好 謝謝巨洋妮 請大家先不要送出表單 請且慢 且慢 因為我們今天特別 有一個 一個 要算一個彩蛋環節 我們今天開放 所有的參賽者可以有一個加分題 因為很顯然我們的總監 Social覺得他們的段子 不太怎麼加分 所以呢 她特別開放每個人 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個跟喜劇無關的才藝表演 我們先掌聲歡迎今天的第一棒 Lily John 帶來她的一分鐘才藝表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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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們先解釋一下 我們兩個人要原本是沒有打算 要上來才藝表演 嗯 想說今天是單口而已 對啊 哇 全個人在後面都在準備才藝 沒有人在準備端子 我想說躺開 看一半的人會有才藝 一半就沒有 六杯 要讓觀眾沒有比起喝 今天有喝嗎 紅酒 紅酒 有人要喝嗎 可以你們 有一點 我們就可以少喝一點 那我們 吃這個表演篇之後 30秒一個人喝完 順便提一下 有什麼比 辦一個敗部 辦一賽更羞辱表演者的呢 叫他上來表演一分鐘的才藝 而且Janny他家裡臨時有事 你等一下看他準備什麼才藝 這個超級不像是家裡有事 然後準備 他感覺在家裡練習兩個小時還過 你的臭表情 好 各位玩完畢 謝謝App 謝謝 謝謝這段非常非常精彩的才藝表演 下一位表演者呢 他是小蘇 讓我們掌聲歡迎他帶來的精彩才藝表演 哇幹你們真的是要在後台看各種龍 那個牛鬼蛇身你知道嗎 每個人準備才藝都比準備段子還要認真 到底在幹什麼東西 然後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 剛剛那個真的算是才藝嗎 所以剛剛那一段出來我很好奇 剛剛有個卡米蒂店員硬硬對不對 他等一下才藝是什麼收杯子嗎 但是 OK 但他們等一下後面才藝都超級屌 我先說 我不知道我厲不厲害 但是 你們給你們評斷 後面的人每一個都比我還要強 OK 我先問一下 在座有平常看過相聲的嗎 有 有 有聽過報菜名嗎 有 我在想一件事情 他們到底有多無聊 會把一堆菜名就這樣唸出來 對吧 誰會去背那種什麼 真羊羔 真熊掌 真鹿眼 燒花鴨 燒豬雞 燒子鵝 爐豬 爐鴨 醬雞 辣肉 鬆花小肚 亮肉香腸 食井 拼盤 薰雞 白肚 清蒸 八寶豬 薑米 釀鴨子 冠野雞 掛鴨醇 魯石劍如子鵝 三雞 土福 菜馬 淫魚 清蒸 哈瑟馬 會鴨 會鴨條 青瓣 腰酸 燜白燦 燜黃燦 豆豉 鴨魚 過燒鯊鯉鱼 過燒鯉魚 金蒸 甲魚 抓炒鯉 鴨小兜蝦 軟鱼雞 軟雞 軟雞 清蒸 蒿 套藏 麻醋 有卷 柳仙 磨魚 糖 鵡魚 補�魚片 醋溜肉片 炒一次 灰鰻魚 青蒸 升火腿 炒白沙 香金鶴 風龍煙菜 炒蝦仁 國燒海參 國燒白菜 桂花 赤子 青蒸 赤子 炒飛琴 夾白骨 清蒸醬油柱 糖粒 杏仁米 拌雞絲 拌斗絲 食井豆腐 食井 招鴨招 漁魚片 溜蟹肉 炒蟹肉 灰蟹肉 青半蟹肉 鴨鋼蟹肉 鸡雞鞋湯 三鮮墨絲湯 紅丸子 白丸子 南鮮丸子 刺激丸子 蔥丸子 三鮮丸子 魚腹丸子 鮮丸子 炸丸子 豆腐丸子 櫻桃肉 蜜蟹肉 蜜蟹肉 彈絲肉 红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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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豆腐肉 像多多年 豆腐 蔥丸子 酵肉 大肉 烤肉 白肉 紅酒子 白酒子 水晶酒子 蜜蟹酒子 鍋頭酒子 八酒子 對岸肉 醬油 三鱸肉 烤羊 青醉羊肉 五香羊肉 串蟹羊 包子羊 雜羊 朵羹 灰蟹 燒蟹 營絲 營絲 白雜碎 三鮮魚片 栗子雞 板牙 桶子雞 誰會背這種東西啊 神經病 今天我們表演到這邊 謝謝大家 這個比段子還厲害了 看是在怎樣啦 今天是土耳秀爭霸賽 不是那個 什麼繞口令耶 好 下一位 我們的加分題是 剛才有大舌頭的嘿嘿 讓我們掌聲歡迎嘿嘿 耶耶耶耶耶 好 那個幫我把投影機放下來 放下來一下 我才一表演是 大家有玩過聊天機器人嗎 都有齁 我發明一個聊天機器人 但他的人格是聚養泥 我會問他下一個問題 他答一下這樣就講 我就不知道 嗯 那個 我想問 還沒 還沒 我還沒問 我還沒問 對 我反駁 好 你不反駁你就完蛋了 我跟你講 家喻跟你老婆掉進水裡 你會先救誰 當然是老婆吧 沒辦法反駁 沒辦法反駁 好 就這樣 拜拜 謝謝 謝謝 我不知道該說是嘿嘿 還是聚養泥帶來的精彩演出 但請大家斟酌扣分 因為他不救我 OK 沒有關係 我們看看下一位表演者 他會帶來什麼精彩的才藝表演者 讓我們掌聲歡迎 米露 我今天要來證明我的人色是真的 空手道教練是真的 我今天來台北 陽手空空什麼都沒帶 我空手道 真的啦 真的啦 來一個真的 阿姨 安妮 好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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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麋露的手肘壯烈犧牲 真的是跆拳道老師 他上次 你知道你們有去過救卡米蒂嗎 有 好 有去過嗎 他之前在救卡米蒂懲罷的時候 就真的是給我劈頭 啪 一個下去 那個獎牌直接裂掉 所以他今天算是對我們很仁慈 好 下一位要表演才藝的是我們的 宅男下水筆頭 掌聲歡迎 其實沒有什麼才藝啊 真的 好大喜歡 手這樣子 太棒了 歡迎剛剛女僕的段子其實是真的 這是我跟女僕的合照啊 預期是今天對吧 對對對 耶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2023年的國際動漫展 剛才那段真的是對喜劇演員的羞辱 才藝表演比正片還好看 我快笑死 下一位表演者是我們今天非常有魅氣的一位演員 讓我們掌聲歡迎唐唐 唐墨 謝謝我們的紅牌唐唐 今天不可多得的才藝表演啦 好 下一位要來才藝表演的是我們今天最辣的女性 是陰影 陰影 陰影 沒錯 主持音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下城中 為靈靈能不自辛勞 親相戀 攔銷仙遠 把木馬高 城市沒殺幾滅子醉我淘汰 直發如了山 誰不消這三口渣 大地失望 請多喜 彈歌努力 我把雨吐好 無私的鐵滅滅了 我把設計的寶 好 好 好 雖然是非常認真的一個表演 但我有藏一個梗在裡面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情相戀 爛叫 爛叫 情相戀 爛叫 我本來還怕你們會冷場 還有準備另外一個表演 是戲劇系的那個精華行歪 大家先這樣 掰掰 沒有要演 你幹嘛講出來 搞得我很想看 我們今天的才藝表演算是一個 中西文化合併 什麼都有 什麼都看得到 然後下一位的表演者呢 本來應該要是鐵履 但他決定不想要丟人現眼 所以他就放棄這個怕了 我們就直接掌聲歡迎 下一位參賽者 巴斯 如果有人不知道 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除了是一位喜劇演員 我同時還是一位魔術師 所以我今天要帶來一個 但我今天要帶來一個不一樣的才藝 對 我要變魔術 但不是普通魔術 是不一樣的魔術 這裡面裝了什麼呢 這裡面裝了一個 一個瓶子 事情是這樣子 我是一個上台前 特別容易緊張的人 所以我上台前會喝一瓶 Corona 我今天要做的就是呢 待會我彈個手指頭 我就要把Corona變不見 像這樣 它不見了 但這沒什麼 真正厲害的是我彈個手指頭 它就會變回來 我知道為什麼大家 有些人可能沒反應 我知道 我做太快了 所以再來一遍 彈下手指頭 它就會不見 對 真的不見了 真的 然後彈下手指頭 我就要把它變回來 但這一次我不只把瓶子變回來 我連飲料都變回來 然後理所當然這個帶子麵 當然什麼也沒有 好 好 謝謝大家 今天 我 社群網站以後辦一場就是 戲劇演員純才藝表演的活動 就純才藝就好了 我不要聽脫口秀 大家給我來真的耶 我嚇到 滿精采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 最後一個才藝表演了 就是匆匆忙忙從醫院趕過來的巨洋泥先生 在家彩排兩個小時不知道 我們就來看看他到底準備了什麼 多精采的才藝表演吧 讓我們招呼歡迎巨洋泥 好 等我一下 開始了 開始了 今天來為大家演奏一首 好 十年 十年 好 時間到 好 重來重來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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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好 接下來示範 蒙眼神 好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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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股 好奇妙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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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怎麼看底下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這個失敗可以做嗎 好 我們早上歡迎 我們今天所有表演者 C位啦 你們都有準備 C位啦 我們這邊 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大家今天辛苦了 歡迎來到我們 卡米蒂幼稚園的懲罰 那感謝大家今天 各位家長的參與 好 我們今天晚上的 2022年 戰力喜劇爭霸賽之 敗部冠軍的前三名 已經出爐了 我們來看看 到底誰是我們今天 Loser中的Loser呢 我們就先從我們的 敗部冀軍開始 今天的敗部冀軍 就是我們的 巴斯 請往前站 好 再來就是我們 我們今天 Loser中的Loser 第二名 我們的敗部亞軍 就是我們今天的宅男 夏水彼得 恭喜恭喜 好 接下來 就是我們 萬眾矚目 期待已久 到底誰 會是 2022年中 最Loser的那一位呢 就是我們的 陰影 恭喜恭喜 我跟你們講喔 連這個相框都是二手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所有人的演出 那我們再給我們 彼此一個掌聲好嗎 今天 真的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謝謝